今天短短的短评 星期六日就不做太长了 之后我也要出访 但几宗新闻也挺有趣的 假设今天的节目应该放在印太之战 不要紧了 稍后在印太之战的YouTube频道上 希望大家帮忙订阅 然后就给个赞 支持小弟继续营运作 就可以加入Patreon 做会员请我喝杯咖啡等等 都是感谢你们的 好了 今天发生了几件事 有几件新闻跟大家回报一下 首先 有一家叫做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读错 Mings 就是美斯明治 美斯明治 是这家公司 是美国公司 在北京的办公室 就突然被人突击检查 不知道是不是犯了国安法 就走进去 这家公司就有五个中国的员工 全部都走走 令到大家担心两件事 就是外资在中国面临什么情况 还有这家公司有什么特别呢 等等 等等 先摆好这个check room OK 有什么特别呢 话说 今早早 突然间 不是今早 昨天 昨天宣布了 他拘留了这家公司 总部在纽约 他就叫做进职调查 即是刁D 我稍后和大家说什么刁D 突击这家公司 抓了五个人 他呢 这家公司 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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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了公告 就说 五名中国公民 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之下 就被拘留 那 那就是 就好像 国安主 那 这家办事处就周了 就现在删除了 他说 当务之急就考虑我们中国同事的安全和健康 我们经意聘请法律顾问和有关部门接触 就希望为我们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提供支持 他表示 这家公司在中国有开展业务的许可 并且以透明和遵守当地法律的方式运作 这个Mings Group 就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针对公司案件的法律通知 要求中国释放其员工 也声明说 我们愿意和中国的当局合作 解决可能导致任何事件的任何误会 那一位高层就说 他们是下午周走的 就没有和他们家人联系过 我们不知道 谁扣留他们 几时会放 那样 他说一月的时候 经已有一个新加坡人 即是北京办公室的新加坡人 不准离开中国 他说公司没有说这个人的身份 他曾经没有被逮捕过 也没有被控犯罪 他曾经这个新加坡人计划在农历年间离开中国 谁知道被人拦住了 说这些剧情是不是熟口熟面 你以为中国才会发生吗 提起到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他就说 幸好几个星期后 有新加坡大使馆帮助之下 就获准离开了 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相关 这也令人担心出境禁令在中国越来越普通了 美国国务院以中国执法随意为由 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去中国旅行 这间公司有四百多个调查员 全球有十八个办公室 香港也有一个办公室 香港的州里就算是这样 首先这间是什么公司 这间是进职调查 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大家是做过金融 尤其是做过银行 尤其是也是 尤其是 也不是的 其实是保险 开户口 都一定是很不会陌生 这个字叫做Due Diligence 简单来说 就是起你底 无论借钱给你也好 跟你开公司也好 收购合评也好 开户口也好 请你也好 甚至要请人招聘也好 究竟这间公司行不行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可以调查一下 不是你说OK就OK 不是你拿钱就可以 这些钱干不干净 你这间公司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间美斯明斯 就有一间很大的Due Diligence公司 其中在中国做Office 你都可以想象到 虽然我没有看 也都我未见有任何报导 究竟他虽然什么 或者他手头上哪一宗案 但你想也想到 如果你在中国 你丢掉些什么 查些什么 是不是 就直接收购合拼 要不就注资入注资 那些什么 他掌握了什么资料 是会出事呢 这部分我们先不知道 但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国家就是可以这样 他可能觉得你查了他那些不见得光的东西 或者他不想这些资料 给你拿回到美国 你不是抓人吗 这件事是抓人 这件事是很恐怖的 除非整间公司是间谍 他那些还是中国人 是中国员工 查了什么 我们先不要查了什么 他的手法是抓了你之后 你可以不见家人 什么时候放是不知道的 因什么事都不知道的 那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你和中国做任何的生意 其实你基本上是死定了 他不让你查 查也死定了 查也抓你 第二件事 但是呢 所有在中国的外资 外资人员 当然没有过安全 随时扣留你就当然了 这个地方 大家都丢掉幻想了 之前 就是现在撕破面具 所以呢 我都说 接下来都是这三个方向 封人 封钱 封网 是吧 他不会一炮封的 也不会封全 动态封 动态封人 动态封钱 动态封网 大家觉得 不关我事的 还没轮到我 这样说 那你就当作看新闻 这间呢 突然间就周到那间 暂时呢 就未去到外交层面 我觉得是会的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现在参议员 也很难不得了 美国参议员 也很难不得了 中国外交部 也很难不得了 暂时又没有什么 理会到这一件事 是吧 看看美国那边 会不会怎么出声